欢迎您收看评论简报 习近平最恨之入骨的报告 德国之声中文网曾志豪 英国政府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 英国外交部每半年都会针对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的实行情况 向国会发表香港半年报告 更新香港最新的社会状况 北京对一国两制的维持或破坏如何 这为何令北京生气 这次最新的半年报告 持续关注了黎智英案47人案 这算是老问题的持续监察 也有新的跟进 譬如说国安法的适用范围扩大了 差点便要把怨荣光归香港给禁止了 特区政府突然的通缉令 其中包括了身在英国的香港人 英国也表达了关注抗议 而北京的反应其实也是非常标准 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 97回归后 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 没有治权 没有监察权 英方是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云云 某程度上 现在英方的半年报告 以及北京的回应 都慢慢构成了另类中英联合声明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是表达双方对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今天的另类中英联合声明 则是表达了双方对香港问题现状的理解和态度 英方核心要义只有一个 英方仍然有监察香港事务的责任和权利 97后的香港 英国仍有份 中方的立场则是 香港的事是中国的事和英国无关 不过英国角色并不易做 甚至左右为难 过去中英双方的政治关系仍未破局的时候 英方发出的半年报告 甚至被香港人理解为低声下气 譬如2017年的半年报告 便这样形容 指一国两制整体运作正常 但仍面临压力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便是英国人权活动人士罗杰斯 Denadict Rogers被拒入境香港 高铁一地两检 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被撤销事件 DQ事件 当日的香港人 其实对英国的半年报告非常不以为然 甚至关注度也不足 因为觉得英国政府的字眼不痛不痒 没有真正回应香港的困局 这也是英国半年报告的为难之处 你要彰显自己 仍然有监察中英联合声明的权力和责任 那么便是必引起香港人的高度期望 就是你如何彰显 如何体现 而并非只是一纸报告 2019年前的香港 对半年报告不算有太大关注 2019年后的香港 因为国安法的打压 香港本地已难有正面批评政府的声音 英国的半年报告显得珍贵 可以借报道新闻 间接地引述西方世界对香港现况的批评 也同时设立一个前提 就是香港是世界的香港 至少是英国有份的香港 北京不能关起门打载 香港不是普通的内地城市 特别是越来越多香港人移民英国 在英国本土的香港人 对英国政府的政治责任 会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譬如黎智英案 海外香港人团体 固然欢迎英国的持续报告监察 但也开始表达了 要有具体行动的要求 也即使说 不能指出报告说 我有责任监察 但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跟进 说英国政府完全没有行动也不公道 至少英国政府给BNO香港人移居英国的权利 但如果要求更进一步的制裁 杯葛 外交手段施压北京 则看起来 英国政府也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所以现在中英双方似乎建立起另类的默契 你继续监察 但不要有具体行动 我照样反驳你 但不会有过激反应 对北京来说 英国的半年报告 是否只是纯粹的口水账呢 也不是 这应该是习近平最恨之入骨的一份报告 因为英国认为自己有监护责任 等于宣布 香港的殖民地历史耻辱 仍未终结 北京仍然未能完整收回香港 香港仍然是被英国持续关注的城市 这对好面子的习近平来说 是最难忍受的 而且最吊诡的地方是 北京还不能不回应英国的报告 无论是驳斥 维护 解释 其实就等于是回应英方的报告 有点像回应领导的考察批评 你想一想 如果这边一个博物关联的人 对你家庭指手画脚 说你虐待儿童 你是不会理睬 更不会大动肝火回应 正常做法就是避开走人 什么情况下 你会暴跳如雷 长天大论的回应反驳 就是你也重视对方的意见 你也觉得对方有份 你才会很紧张地回应 所以 北京每次的紧张反应 都很讽刺的 坐实了英国半年报告的合法性 由蜻蜓割让给英国开始 香港就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香港的命运和世界紧扣相连 纵使香港内部状况被大幅更改 但香港的内政 很抱歉 英国真的有份揭露呢 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 曾任职香港电台 担任时事讽刺节目 头条新闻主持人 目前旅居台湾 绿色能源的顺风势力 吹向另一个方向 路透观点 据路透社Breaking News报道 由于供应链断裂和利率上升 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 变得更加昂贵 这将对消费者和政府的决心进行考验 清洁能源的推动是由价格下降 廉价资本和支持性政治家推动的 但由于钢铁价格上涨 风能的成本已经上升 此外 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的成本效益 已经停滞不前 利率上升增加了资本成本 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估现有项目 并要求新项目获得更高的回报 尽管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但香港借款人仍面临风险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 已警告企业和借款人 要谨慎考虑借款成本及其可负担性 尽管美联储决定保持利率不变 HKMA将其基准利率保持在5.75% 而汇丰银行将其优惠利率保持在5.875% 然而 包括汇丰银行 中国银行 香港和渣打银行在内的7家银行 将其新贷款的抵押贷款利率上调了50个基点 HKMA的警告 反映了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保持较高的预期 公共安全不能再因非法建筑而受到威胁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政府正面临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非法建筑和违法用地的审查 在一场暴雨之后 这个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暴露了豪华住宅区存在严重的建筑安全和土地法律违规问题 一个关注组织指出 有173栋豪华住宅非法占用政府土地 该组织利用卫星图像和政府地块规划图确定了八个存在未经授权特征的住宅地点 政府被指责对非法建筑和土地滥用的执法松懈 该组织的调查结果可能会加强这种看法 行政长官表示 政府对打击这些违规行为非常认真 但也指出执法需要实际可行 见到乌克兰的新国防部长 外交政策 乌克兰的新国防部长卢斯兰 乌梅罗夫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 因为他接管了一个在过去18个月里 几乎获得了其预算的八倍的美国军事援助的机构 乌梅罗夫将需要解决人员问题 改善征兵制度 并为离开军队的伤员提供更好的治疗 国家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米克拉·别列斯科夫表示 这个新的国防部长面临的挑战非常大 人们期望能够更好的管理资源 乌梅罗夫在德国会议之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乌克兰的八名副国防部长中的七名 进行了全面的人事调动 乌克兰的新国防部长卢斯兰 乌梅罗夫接管了一个在过去18个月里 几乎获得了其预算的八倍的美国军事援助的机构 乌梅罗夫将需要解决人员问题 改善征兵制度 并为离开军队的伤员提供更好的治疗 他的前任奥列克西·雷兹尼科夫被解雇 因为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国防部需要对军队和乌克兰社会采取新的方法 乌梅罗夫在德国会议之前进行了人事调动 解雇了乌克兰八名副国防部长中的七名 五角大楼在周三宣布 根据CHIPS和科学法案 他首次分配的资金将2.38亿美元分配给其微电子共享计划下的八个新的芯片制造中心 这些中心分别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地方 以及纽约、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和印第安纳州 将专注于人工智能、5G、量子技术和电磁站等新兴技术 副国防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宣布这一资助时再一次简报中表示 这些中心不仅对美国的科学制造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他们还将直接为本部门的国防任务做出贡献 G20峰会的德里宣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不佳 外交官 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在其宣言中未提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淘汰化石燃料的问题 这表明在谈判过程中拥有重要石油资源的国家施加了影响力 考虑到G20峰会推动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三倍的倡议 这一点令人失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没有提到减少原油消费 G20包括人均煤炭污染最严重的澳大利亚和韩国 他们应该在转向可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前列 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此外 自巴黎协定通过以来的七年间 全球最大的银行已经为化石燃料项目提供了5.5万亿美元的融资 远远超过了气候适应性融资的资金 这些银行包括加拿大皇家银行摩根大通 花旗集团和三菱UFJ金融集团 G20需要以身作则 摒弃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积极参与建立更加生态可持续和公正的未来 全体讨论小组二 欧盟加入将如何影响乌克兰重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欧盟加入的目标应该支撑乌克兰的经济转型 将乌克兰的重建与欧盟成员国的加入相结合 不仅是加快乌克兰复苏的机会 也是加强乌克兰民主和政府机构的机会 由于乌克兰人口众多 乌克兰有能力与欧盟的不同行业和服务部门相互补充 使其有潜力成为欧盟市场的制造和建案外包中心 然而要加入欧盟 乌克兰必须加强其治理框架和监管环境 此外 乌克兰的人口规模将使其成为第五大成员国 引发了欧盟吸纳乌克兰的能力的担忧 乌克兰一直寻求欧洲的未来 其未来的重建有潜力为欧洲家庭带来共同繁荣 主持人 马克斯 伯格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欧洲 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 与会嘉宾 弗拉德 拉什科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替代执行董事 埃塔 特克舍拉什维利 MSI公司首席项目负责人 保拉 多布里安斯基 哈佛大学 安娜 帕拉西奥 西班牙前外交部长 乔治成大学访问教授 中央银行开始进行利率削减的鸡蛋游戏 路透观点 瑞典和挪威的央行已经提高了借贷成本 而英国和瑞士的央行则保持利率不变 尽管政策存在差异 但这四个国家的官员都表示 高借贷成本将继续存在 这是因为他们担心 如果投资者预期近期会降息 市场利率将下降 从而导致经济活动和通胀增加 然而 经济疲软可能迫使决策者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例如 尽管瑞典连续进行了八次加息 但其GDP预计今年将收缩 同样 英国的通胀率远高于目标 但其GDP增长预计将很小 因此 央行可能需要采取较少限制性的政策 美国和中国能再次在绿色技术上合作吗 外交政策 科学家警告称 世界在未来几年内将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预值 导致更多的气候灾害 乔治成大学副教授乔安娜·刘易斯在他的书为气候合作中 呼吁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刘易斯建议恢复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CIRC等项目 以促进在绿色技术方面的合作 CIRC是两国之间的一项成功的联合研究项目 旨在开发新的清洁能源技术 然而 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导致在共同商业化这些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功有限 尽管如此 刘易斯认为该计划仍为两国提供了价值 并帮助推动了重大气候突破 如美中双边气候协议和巴黎协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